Hello 请进 打开房门 里头干净整洁 几乎看不出来是屋林十年以上的中古公寓 再往里面走 客厅大片落地窗能眺望东京都心 这户位在东京山首线车站附近的32楼公寓 由台湾企业的董事长以台币约3800万买下 近期像这样的台湾人越来越多 随着疫情趋缓加上日币贬值由不少台湾人到日本来投资 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台湾的屋主花了1.7亿日币用现金买下来的高楼层公寓 这半年来会特别的疯狂 当然也是因为疫情渐渐到一个尾声 然后能够出国了 第二个 大家有一点台海危机的意识 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我想大家都晓得日币已经降到近37年来 最低最低的点 以美金汇率来看 311大地震后 2011年10月日币创下一美元对75日元的记录 但进入2022年后 受到美国升息等影响 日元一路贬值 创下一美元对150日元的低点 等于直接腰斩 也就是说原本要花100万美金买的房子 现在50万就能买到 除了日币便宜 业者说有别于以往 台湾人多以投资为目的 这波赴日买房潮 在东亚局势紧张下 购物自助的比例明显增加 暂时先以自助 那等到时间差不多 或是想要搬回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打算出租出去 可能一年有人搭来个两次三次 都很正常 那你我觉得来这边 你去智产有个房子 在这边可以落脚 曾经留学日本的Lorena 选择在去年11月日币低点的时候 在东京智产当作出差或旅游的据点 疫情后在汇率变动或其他考量下 台湾人把质产范围延伸到海外的脚步 似乎越来越快 TVBS特约记者 17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